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住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一百一十五页 请到这里 好 前面是讲到 这个人跟天的一个差别 劝我们要以这个人生好好地修善 所以修善于积极 他说求人而得人修天不升天 勤修三福行怨生佛陀情 那他虽然 劝我们要修善 但修善 持戒行善 他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一个就是人 一个就是天 但是 佛地子修天不升天 他并不求升天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讲过 升天不容易在修行 那欲戒天不容易 色戒天也不容易 不色戒天就更难了 天有三层 欲戒色戒无色戒 那 长寿天基本上是八难之一 那欲戒天 福报太嘎也不容易修 他说 所以做人最好 那么 比较好修行 所以 他说 因为叫你要行善 行善要积极 那叫你行善 但是行善 如果你不发愿 来人间修行 你很可能会因为你的善业 就升到天上去了 那一升到天上去 那很可能 因为你正见没有俱足 很可能就享福享乐 然后 再来 因为天上享乐都几千年 几百年 那时间太长了 你已经忘记修行了 你忘记怎么 故事慈戒了 就是 没有再增加你新的福报 那很容易 再来做人的时候 随着你的福报会习惯 也容易堕落 所以一定要 就是说 叫你修善 但是你要发愿 来人间修行 这样 才不会 就是中断你的修行事业 好 所以 这里一个记 就在讲这个道理 求忍而得忍 修天不升天 就是你的 你要有一个心愿 要来做忍 好 那勤修三福行 愿身佛陀前 我们来看 导师的解释 依上来所说 知道 应该努力行善 我们常常讲 佛法的三个趋向 第一个就是向善 大家应该记得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这个是第一个 被也是所有宗教 所有宗教都有这一个 向善 向善 不断地提升 向解脱 这个是让自己更好 那好还要更好 那到究竟圆满的好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有宗教 这个最好的 那当然 后来 向善 佛大圣 不只是向解脱 还要让其他的人也得解脱 好 那来看 那 努力行善 求得人天热果 快乐的果报 但在人秤天秤中 修学哪一秤更好 什么才是报生人天的善业呢 怎样才 能不为人天福报所居 不应作恶而堕落呢 就在解答这几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修 修什么才好 那 怎么样才不会堕落 因为学习佛法的人 知道有因果 那因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最怕的就是什么 来生有隔音之名 那 不小心就堕落了 所以现在变成 北传的佛教徒 只有一条路 就是往生进土 要解脱 听说现在是末法 不可能解脱 要成佛 叶战状又成不了佛 要升天又不保险 做人又不可靠 只有往生进土 变成只有这一条路 那因为往生进土 只要好好念佛就可以 也不用懂太多 也不用学太多 也不用做太多 就变成这样 在家里面好好念佛 念到死 往生极乐世界 最好能够预知实质 那这个变成是 大部分的佛教徒的一个观念 因为这样也不懂佛法 甚至有些也不懂因果 那只知道要念佛 要往生 其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那这个是现在北传佛教徒 普遍一般人的心态 那偶尔参加诵经法会 超度法会 拜唱法会 那根本就不太懂道理 那这个是其实 从北传佛教来讲 这样其实很危险的 好 那因为佛法没有人研究 也不懂 所以这个就叫做末法 这个就叫做末法 如果你有正法 有正之间 那么你就有正法 一般我们的论为就是 现在是末法 末法不末法在于你又没有正之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现在来讲这三个问题 到人称跟天称 因为是人天果报 五正共法里面 五正共法里面 就是第一个是人天称 然后他是三正共法 解脱道 然后是大正不共法 不断自己解脱 也要大家都解脱的 那主要成果受到就分这三部分 那人天称里面 你修 是要修天称的业 但是发愿是发愿要来人间修行 是不一样的 阿安天有讲 佛弟子 佛头当时很多佛弟子 都修实善升到天上 但一升到天上 一升到天上 就只顾着享福 享乐 不忘记修行 不要说升到天上 就在人间也这样 人间有很多佛弟子 开始慢慢慢慢 那些苦的境界没有了 福报开始来 就不太想休息 没有福报的时候 就休息 但是一到福报来 就忘记要休息 这个在人间也很常见 不要说升到天上 在人间就有了 事业顺利 家庭美满 身体健康 那这个就开始 因为事情多了吧 他这个会那个会 这个要做 那个要做 已经没有时间休息了 这个也很常见 好 那现在来讲 老师说 这个寄送再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 人秤跟天秤 哪一秤比较好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说 这个都是上报 善业的上报 依福报来说 天报比人的果报 天上的果报 比人间的果报 要殊胜得多 那这前面已经有说过了 天人有几种殊胜 那这个是 112月这边有讲了 天人有三种殊胜 那有的是讲四种殊胜 好 那 那 人也有三种殊胜 那天跟人各有殊胜 好 那天上的殊胜 基本上就是果报的殊胜而已 就是 身体比较庄严 享受比较好 住的比较好 寿命比较长 大概是这四种 那这个 这什么知道里面写三种 那人的殊胜 就是有关于修行的 定恋犯恨情有 那这个是 对修行来讲 人是比较殊胜的 对享受来讲 天比人殊胜 对修行来讲 成就解脱来讲 成佛来讲 人比天殊胜 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像这里来讲 从依福报来说 福报就是享受了 享受国外物是 十一住行 那么天上的果报 比人间的果报 要殊胜 唯妙的多 所以应该修人称法 最好人修天称法 可是他说 如上面所说 人有三世 比诸天还强 就是前面讲的 人有三世 胜于天 就意念犯恨情有 这三世是胜过天的 这三世胜过天 那么佛出人间 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人间 就是在人间成佛的意思 佛出人间 就是在人间成佛 诸天命中 也以人间为尽 热度 那一真一案来讲 天为什么要生人间 第一个 生到天上 基本上就不太 不太在修善业了 你在人间你可以布施 你在天上 大家都一样有钱 你要布施给谁 在天上 没有怨证会 那 没有抢夺这些事 那你也不用特意去持戒 那也没有 那自然而然就 自然而然就 不杀生 不偷大 不邪疑 所以他也不用特意去说要持戒 不需要 所以有很多人会认为 我做得到的我才要去受戒 我做不到 我就不要受 不对 就是因为在人间不容易做到 所以要受戒 勉励自己 鼓励自己要做到 这个才是持戒的意义 我都做得到的 像天人都做得到 他没有特意要去受戒 持戒 没有 他持戒但是他不受戒 也没有持戒 因为他们 他本身没有受戒就没有持戒 但是他不杀生不偷盗 他自然而然也不这样 像一条牛 他也不用去受不杀生戒 因为他也不杀生 一只老虎 一只老虎 他如果受不杀生戒 那就那就厉害了 类似像这样 一只羊 他本来就不吃肉 他也不用去说我不杀生 也没有 所以这个受戒 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世间 很容易翻 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受戒 然后告诉我们自己 那么策略我们自己 不要翻 他才有这种心 他才有这种力量 天上的人自然而然这样 不愁吃不愁穿 所以他也不容易休息 太好命了 太享受了 不容易休息 天上 天上 而且寿命都很长 因为我们活的 我们活才一百岁 都不到一百岁 一个人活一百岁 已经很长命了 而且我们都要到十几岁 才知道开始懂 开始懂 天上没有 天上一出生就知道 他是哪里来的 他为什么生在哪里 他就已经知道了 那一活动 几千岁一两千岁 受命非常长 享受又非常好 他哪里会想要休息 我们人间的人 如果生在有钱人家 那开始懂道理 他就开始享受了 哪有很可怜说 我现在有钱 我很久有钱 我赶快把这些钱 拿去做善约 拿去好好休息 没有 就大概会这样 你看那些阿拉伯 那些有钱的 不懂佛法的不要讲 就懂佛法的也一样 不容易 不容易说富贵 那么修道 很难 所以才会有富贵修道 但是也有人可以的 佛陀就是富贵来修道的 很多都是王子来出教的也有 但比例上还是很少 非常少 不容易 今天我们自己门心想 如果我们既富且贵 我们还会这么 这么努力的学佛吗 我自己想 我看我也很难 就是我们既富且贵 又生在有钱人家 又有钱有私 我们一想的都是未来的前途 我们的生命点多 一百年不到一百年 等到我们知道 后面点多几十年 我们都要努力把握 要创地方事业 要怎么样 要家庭免满 就想这些嘛 你哪里会把心放开说 我要解脱 我都没有苦 我要解什么脱 又是像这样 所以因为苦 所以是第一 这是苦情内地 有苦 你了解这个苦 你才要离苦 涅槃就是没有苦的境界 那你都那么享乐 你咋你会苦 你生活都过得好 你哪里会为你抽谋 不会啊 你哪里会积存这个粮食 因为你被饿过 你才知道要纯 因为你被渴过 你才知道要有解 就是类似像这样 因为你苦过 你才知道要离苦 人是这样子 那比较聪明的 看到别人受苦 就知道自己以后也会受苦 像释迦摩尼佛 他小时候不受苦的 既富且贵 但是他看到别人 有老病死 他就知道了 以后我也会有老病死 我要先解决 那一般人不太容易这样 那所以升到天上 一红就几千年 他那里会想到要你苦 不太会 就是要也会想到 那是等到以后的事 等到我要死之前 再来修了 就现在这个世界也有这样子 你很好命的 身体又健康的 那家庭又美满的 你告诉他休息 他说我年纪还没到 我姻缘还没到 等我再老一点的 我再来好好休息 你就很多人这样子了 那你就想说到天上 你就 那就更 更不容易了 所以他这里讲 诸天命中 以人间为净土 等到他要死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休息 他很难往上升 很难往上升 三二道也不容易休息 三二道是夜静人往上升 三二道是夜静人往上升 三三道的天上 是浮静人往下掉 所以前面有讲过 上升下降之枢 六道里面天 那天有分三层 五色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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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剑 跟欲剑 那这三层天 都是往下掉的 他不太容易往上升 因为五色剑跟色剑都在定中 他都在定中 他是产月为止的 然后定中 定定力晚了 月报晚了 像这个最高的八万大姐 五色剑是一万大姐开始起跳 那色剑是几大姐开始起跳 那欲剑是几千岁开始跳 我们才一百岁 八十岁 一百岁而已 不知道一百岁 定力 这个定支持了他的命 那么定力结束了 他就往下掉 他在定中他要修什么业 他在定里面他要怎么修 什么修 他没办法 他就享受那个福报 你入定了你还要怎么修 无色剑更不能修 色剑有些还可以修 色剑如果他是五不还天 他就可以修 因为他会养成那个习惯到上面 自然而然 然后一断最后的五米 那如果没有就没办法 福报进了 就是定力进了 福报进了就往下掉 一定往下掉 那欲剑 欲剑是可以修的 欲剑是可以修的 但不容易修 那刀利天那些善 刀利天那些天人也会来听法 也会来护持佛教 世王天护持佛教 刀利天护持佛教 他也有修 但那个心不虔诚 不应重心 就是 就是 就是随始而已 他并没有尽心 所以欲剑的人 欲剑的人是可以修 色剑的 色剑的 可以修的就在五不还天 欲剑可以修的在哪里 在多率天 就米勒菩萨那里 因为那里有佛法 有人督促他 他才会 他才会修 那有一个善智师引导的 才会修 那其他的欲剑 刀利天 世王天也有得修 但是他都不容易修 阿安京就有讲 这佛地只剩到刀利天 然后这个舍利 目见人上去看他们 他们都天天都只顾着享乐 那偶尔刀利天主 那些天人也会下来人间天佛说法 听一听很殊胜 就是一回家就忘记了 就好像我们听法听那些眼神 就是有家看电视 看电视就忘了 看电影就忘了 哪里还会记得这些 就不再记得了 一样的道理 但是他们的喜乐比我们更厉害 而且他们的厌恶比我们更多 所以大部分他也有修 但是那个力量都不强 因为他是要顾作意 业力强要顾意 就是那个心啊 比较坚定的心 比较坚定的心 比较专注的心 跟比较相续的心 因众心 相续心 专注心 那个心啊 那个业比较决定 他不然就不决定 除了他的善业 他的善业 一切天的善业 也是散心的善业 因为他着重在预恶 那除了玉界的多帅天 跟色界的五部环天 基本上 有一些佛法的修行之外 其他都没有 所以他很容易往下掉 福报响尽就往下掉 比如说玉界天的天人 他不会修定 他不会 因为他的享受很多 他哪里会去修那个定 不太容易 如果他修定 他还是可以往生色界的 玉界可以上色界 色界可以上无色界 但一般没有 他就是无色界也没办法 很难再往上升 你到无所有处间 你也不会修非常非常 那反正就是 他等到他的夜报界 你说你在人间得无所有处境 升到无所有处间 那四万大劫 四万大劫之后就往下掉 他也不会掉到 他也不会掉到 他也不会掉到玉界天 他可能会掉为人 掉下来做人 那玉界也是这样 说掉下来做人 他也有可能掉三二刀 要看他过去的一天 所以天都是往下掉的 福报近往下掉 福近就往下掉 那三二刀 三二刀 这个是天 那人在这里 人就人就变化比较大 他可以往上可以往下 可以往上升天 可以往下做三二刀 那三二刀这边 三二刀这边很难修 没办法修 第一是完全没办法修的 促身道跟恶鬼道有的修 代表不容易 促身道跟恶鬼道可以修 但也不容易修 非常难修 那个心也不容易 所以他基本上是夜境往上升 三二刀是恶夜 他恶夜境 这个是善夜 福夜境 往下掉 这个是恶夜境再往上升 生到哪 生到做人 但是要看 定义 我们前面讲过 定义要做人 还要经过促身恶鬼 再上去 那这个禁受完了才做人 就拱命多兵 贫穷卑贱 那如果你会修 如果你会修 那你就一直往上 如果不会修 因为你贫穷卑贱 你再去照顾夜 再去抢人 你看那些 有一些比较贫穷卑贱 有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什么 发愤如假 往上升 那一种就是什么 因为你贫穷卑贱 你竞争不过人家 所以你就怎么样 你就自甘弱肉 你就照顾夜 偷偿拐怨 他又往下掉 这就是这个硬案子 所以非常不容易 那只有人 只有人 只有人 当他从顾夜上来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把握 那一往下掉 又好久 又好久 又很久 那天下来 他只能往下掉 他也很难往上升 很难往上升 那掉下来 做人的时候 如果他没把握 他又往下掉了 好不容易又升天了 那升天如果又升到 没有正见的话 又升到社界无社就天 所以 几尊佛过去 不要说弥勒佛 弥勒佛才多久 在一大节里面 下一节而已 那一万大节 或几大节 那个已经多少尊佛过去 都没有修 就比较麻烦 所以 他这里就是要告诉你 你怎么样 就是说 从这个仁天业 里面来讲 你还是要修天上的善业 实善业 因为实善业 是升天的 你戒是做人的 根本 你不造恶业 你会做人 那你修实善 你才会升天 那如果你修 升天德业 你不升天 你做人就会 就比较有福报 有智慧 其实是这样 好 我们一下看 所以诸天命中 以人间为乐土 那这个是在阿含经文 里面有说的 这个天人要往生 因为天人要往生 他 他可以 天人刚出生的时候 他可以知道 他从哪里来 那他要往生 他也可以看得到 他要往哪里去 大部分都可以知道的 那他是发愿 要到人间 人间去 因为人间有三宝 主要是有佛 有法 有身 他也不是做人就好 没有 因为他知道 佛头之代 都天人都知道 他行善 他学习佛法 他还升天的 当然不一定佛教徒才升天 其他的宗教徒也升天 很多的宗教徒 只要行善都升天 甚至你是 你是没有信仰的 但是你行善 你依然可以升天 并不是因为你信教你才升天 不是 教不过就是教你行善的道理 教你升天的方法而已 不同的宗教升不同的天 不同的宗教升不同的天 那有的是 大部分是欲界天 有的是色界天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里 他说 在这个适宜于修学佛法的立场 人间比天上好 人称法就比天称法更可贵 那确实是这样 人比较好修行 比较容易修行 天不好修 不容易 天上有佛法的地方也不容易 就好像你现在搬到瑞士西柱 那你是过得很好 没有错了 空气好 水质好 福利好 可是没有的学习佛法就不是怎么好 不容易 所以 基本上 人间的好是因为人间有三宝 如果没有 像 人间不只是我们这个南沿湖庭 北巨如洲也是人间 北巨如洲是人间净土 但是因为那里没有佛法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尾头菩萨也不去嘛 三宝感变只有北巨如都不去嘛 有点像现在的欧洲这样 没有佛法 虽然生活过得好 福利好 环境好 空气好 水质好 但是 没有佛法就不是怎么好 你要修学佛法也很难 要天文佛法也很难 要去试验里面发个心 都没有试验可以让你发心 你要护持佛教 都没有佛教可以让你护持 你说修学佛法 我从台湾学一学 去那边自己修还可以 那你要护持佛教 没有 也没有出家人 也没有试验 你要去那里护持 你自己要弘扬 也没有人听你的 那 除非你自己要坐在那边行菩萨刀 那就拼当别论了 所以 天人 基本上 人间 北俱途都也是人间 但是那里没有佛法 那好吗 不好 也不好 所以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 有三宝 那天上基本上是没什么佛法的 没有 没有什么佛法 好 所以他这里讲到 他说我们以人生来学佛 切切切不可以羡慕天国的福乐 应该修学人成正法 为了求得人生 而修行人成正法 当然一夜受报 那人成正法 其实也是修实善 天也是修实善 但是 我们虽然修实善念 但是我们不生天 我们要来人间再继续学习 修行佛法 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发现 那每个人 这个世间就一直有正法 这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常常担心 那 下一次我们再来 这个人间没佛法 末法 不对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 那我们现在修学正法 那一百年后我们往生再来做人 再来做人 如果很多人 很多的人都修学正法 那么这些人再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正法就流传给下一代 下一代是其他的人 那么我们 五十年后 往生 再来投胎做人 等到我们长大 那么这些人还在 那么我们又跟这个人修学正法 然后又这样一直下去 这人间正法 以灯传灯 就这样一直有 如果没有 那你也不修学佛法 也不知道佛法 那你死了 你又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你再来的时候 没有佛法 比如说成佛之大 那你也不研究 那你也不学习 那过几年了 就没有人讲了 这也没有这本书 那没有人讲到这个书干什么 那也没有了 慢慢慢慢就灭了 等到你再来的时候 你升到天上再来 天上一千年 两千年 天上下来的时候 这边已经没有佛法了 灭掉了 你看本来有佛法的地方 印度 阿富汗 巴基斯坦 这个本来都有佛法的 新疆 那个是古西域 那个古佛果 本来有佛法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 没有人弘养 那没有人学习 那当然慢慢就没有了 所以 我们 我们现在学 学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弘养出去 那个政法就一直传一传一传 等到我们再来的时候 我们所学习的 其实就是我们努力护持 努力弘养的政法 如果你不学习 那也不护持政法 因为你不学习 你心中就没有政法 可是你还是跟佛教有缘 你跟佛教有缘 但是你心中却没有政法 那你遇到那个相似 是是而非的 那么你就会觉得欢喜 因为你也分辨不清楚 因为你之前 你前一次你就没有 你就不会分辨政法 你就会遇到像妙禅啊 妙天啊 如圣燕啊 千海这一些 看到他有佛 你就欢喜啊 那其实也不是啊 但是如果 因为你这一次有学习政法 你看到他讲的 好像怪怪的 你就会稍微 你是会稍微 所以你会去寻找政法 而不会 而不会 跟着那一些 你之前如果也没有学 你之前只懂得念佛拜佛 他也有佛啊 他也讲佛啊 所以你就会相信 如果你之前就会 不但念佛拜佛 你还知道法 重点是你了解法 所以他虽然有佛像 但是他行的不是佛法 你会清楚 你一次一次再来 你所修学的 就是你过去一生所弘良的 就是你过去一生所扶持的 因为那是你的业 你的缘 你的缘在佛教 当然你就容易遇见佛法 你的缘在基督教 你就容易遇见 基督教你欢喜 那你遇见了 你的缘都在修学政法 弘扬政法 扶持政法 你就容易遇见 修学政法 弘扬政法 那你也容易相应 那这样一世一世 一世又一世 登登相续 那就不会有莫法 那就一直是政法 就你而言 政法就在你的心里面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哪里就有政法 那么每个人都这样 然后政法就一直相信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努力 为什么那么多人 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相信那一些不是佛法的佛法 说现在有佛你也信 那佛教不是跟你讲 释迦牟尼佛 现在就是弥勒佛 弥勒佛 如果还没出来 怎么有其他的佛出来 而且什么是佛 你也没弄清楚 那人家说他是佛你就信 那单单这个世界不知道 就冒几春佛出来 真的 都说是佛 可是为什么你会信 因为你也不懂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懂 因为你过去生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隆隆隆隆的学佛 你只知道拜佛念佛 可是你都不晓得什么是佛法 那这样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要改变 什么是修闲 修闲不再只是诵经念佛 我拜佛 拜参 慈舟 不再只是这样 诵经是要明白道理 要真正了解因果业报道理 你这个心 这一生你清楚明白 不管你到哪里去 你一定会 因为你这一生都在佛法上用功 不是修辞佛法 就是父始佛法 那么所以你一定会遇见佛法 因为这个跟你的业相应 跟你的业相应 跟你的心相应 一定是这样子的 一切事件是缘起的 所以当你遇见佛法的时候 你很容易在衔接上面 很容易在衔接上来 那即使你遇见的不是佛法 你也很容易分辨清楚 因为你再来是带着你过去生的习惯来 是带着你过去生的善业来 不管是善业二约 你会遇见谁 遇见什么 你欢喜不欢喜 都跟你的业 跟你的缘 跟你的心 跟你的习惯有关系 那我们这一次把这个业都放在善业上 把这个缘都放在佛法上 把这个心都专注在佛法上 你怎么可能不遇见圣法 你怎么可能不跟圣法相应 要不然你下一次再来 你竟然知道个念佛 你要保证往生 如果没有往生你再来的时候 你只是到念佛 有人说念佛你就跟着走 可是他也不是真 他念佛 现在讲念佛的也不一定是佛教的 真的 那你就跟着走 被骗的都不知道 那你也许也修一些善业 他也修善业 但你就会走错路 那你用那么多长的时间 结果还是走错路 到远路 那么其实是很悠慌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把它决定了 你不用担心下一生 因为不管你怎么样 下一生都是依你的业 依你的习惯 依你的姻缘 依你的心相须而有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不用担心 隔音之女 真的不用担心 好 我们这种底下看 所以他说 我们要以人生来学佛 不可以羡慕天国的福乐 天上好是好 没有得学佛就不怎么好 所以应该修学人称政法 修得人生 而修行人称政法 当然一夜做法得到可贵的人生 至于天政法不是完全不可修 但不是为了升天 还是要修 还是要行十善 要好 还是要修禅天 所以波罗欣也有讲 你修禅天 但是你有普提心 你不会升到色界天的 不会在那个定中 等到夜暴心点下掉的 不会的 你不用担心 那你也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修说 我修 我善业做太多 万一升天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修升天的业 但是你发愿不升天 你在人间有更大的无法 可以行普查道 可以行普查道 所以他说天政法不是完全不可修 但要不是为了升天 你不是为了升天修 修十善的 而且不愿升天 而且不愿升天 就是即使我可以升天 我也不要升天 我就在人间修学佛法 行普查道 那这样的修行天法 是由于愿力 不是随业力而报升天上 要不然你会以果报去 那你说 是不是我发愿去哪里 就可以去哪里没有 不一定 你如果造了散热道的业 你说我虽然造散热道的业 但是我发愿不要去散热道 不行 没办法 我发愿在人间 没办法 你有升天的业 你发愿不升天 要在人间 可以 可以 就好像 你可以考上台湾大学 可是你发愿 我不要去台湾大学 我只要在这里的大学读 那可以 往下拉可以 你往上 你去杀散热道 你分数不够 结果你说 我不要在这个学校 我要去台湾大学 那不行 就是 你有升天的业 你可以不升天 你有散热道的业 你不能不剁散热道 你不能说 我发愿我不剁散热道 那不行 那这个要知道 所以 因为 你有这个愿意 你如果修禅天 你会有菩提心 有在来人间 那你就不会升到 色界于色界天 你修升天的业 你也发愿 我不要到天上去想 我会来人间修行 那你就会来人间 而且人间 你天上的果报 一样有 就会过得像天人一样的生活 但是 你还是有福利心 你就会利用你的福报 再来修行 累积资粮 再行更多的 菩萨道的资粮 激功累得 好 所以 这样的修行天法 不至随业力而报身天上 愿力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常常讲 业力不可思议 愿力也不可思议 所以当你的愿 当你的愿 非常强的时候 就可以阻挡你的愿 如果你的愿不强的话 你的心 愿是什么 愿就是很坚定不变的心 坚定不变的心 就是愿 所以常常照你发愿 发普提愿 发普提心 其实是这样 不过高深的天法 就是色界天 无色界天 禅定 天有三种天 刚才讲过 欲界色界无色界 色不色界叫做上界 欲界叫做下界 那色不色界都是要定的 欲界就不用 食善就可以 那高深的天法 就是色无色界 还是不修为妙 也不是不修 不要修太高深的定 不要修太高深的定 恐怕愿力不抵夜力 唯夜力所牵而上升天果 这就若以巴难之中 成为血果的大障碍 那个是比较深的 无色界定 无色界定 力量非常强 而且一进入无色界 你就很难再改变你 所以释迦摩尼佛可以上道立天 度他母亲 让他母亲正果 没有办法上无色界天 度他两个老师 他没办法 一定要等他从定律下来 现在他两个老师 他婆婆婆子阿罗罗佳兰 现在还在无色界定里面 现在还在无色界定中 还没过 如果他要八万大姐 听说一个是无所有修计 一个是非常的被想修计 无所有修计是四万大姐 四万大姐都还没过一姐 四万大姐还没过一大姐 还没有 你看 释迦摩尼佛都入虐版2500年 他的老师升到无色界定里面 还没有过一大姐 一大姐还没过呢 一大姐是 一大姐是这个地球 沉出坏空的之后才一大姐 那一大姐 一大姐有13亿年 他才过2500年 还没过四万分之一 还没有 那你看 等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 这个年间已经多少 说不定你们都成果了 都正出谷了 他还没有 他还下来做房门货物 如果我们这样努力的话 有可能 其实有可能我们今生就可以正无身法理 是可以的 你不要认为不能 我们今生就可能正无身法理 当然我们不求解脱 我们要行菩萨道 民间佛教是这样的 就是成果之道也是这样 因为你要成果 如果你解脱了 那就解脱了 但是你正无身法理 就是我可以解脱 但我不解脱 那这里还没讲到这里 这里是无身共法 我可以升天 我不升天 我可以升天 我不升天 因为升到天上去就很残 尤其不能升到无射解脱 所以一般来讲 菩萨道不修身的禅殿 但是还是要有殿 你要有戒定分 不是不修殿 要有殿 殿才能调无烦恼 才能增长你的无肉慧 才能让我们正无身法理 当然不用太深的殿 未到一定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智慧要很利 要很利 那我们今生 我们这一生是有可能正无身法理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被灌输 我们已经被灌输 这一生我们不可能解脱 不可能正无身法理 不可能有所成就 就好像那个美国的黑人 从小 因为他成为黑人 他就跟他讲 你身为黑人 你这一辈子就是人家的奴隶 你不可能翻身 印度的守头楼 印度的守头楼 从小就被灌输 你是守头楼 你就是卑贱的 你就是不可处的 你是不可能翻身的 他自己已经局限自己了 我们现在被末法局限 变成宗教上的守头楼 这一生是不可能有成就的 是不可能解脱的 是不可能正无身法理的 而且你来世又在做人很难 今生如果没有往生其乐世界 来世就做三二当 都已经被灌输成这个样子了 那你学佛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一点希望就是往生其乐世界而已 就变成是这样 不对 这样说法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成为宗教的守头楼 我们被决定了 不是 从元七法来讲没有决定的 而且政法又不是墙壁 这房子盖了一百年后 它就会剥落 它就会坏掉 没有 这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两千年前 两千年后 如果有人这样修就这样成就 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因素 两千年前这样修 可以正无身法的 两千年后这样修就不能正 那哪叫正法 那就不叫正法了 这个法会因为时间定期 在印度这样修 修八正道可以成就 在中国修八正道就不能成就 2500年前修八正道可以成就 两千年后修八正道就不能成就 哪有这种事 问题是你没有心正修到八正道 问题是这样 只要你修八正道 乃至甚至是没有佛的时代 你都可以成就 法都灭了 所以才有必施佛啊 没有佛时代它也可以成就啊 它也是修八正道而已啊 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被那种 错误的观念影响 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生 点多就能够念佛往生 我们不能够依法正无身法人 不对 好像正无身法人 一定要到其他世界才可以 在这个娑婆世界是没办法正的 不对 是可以的 所以不要先曲线自己 让自己变成宗教上的守头楼 那我们要努力 厘清什么是正法 然后依着正法修学 今生就算没有 哪一生也可以 相续力量就越来越强 那今生就可以那最好 哪一生就正无身法人 那么行菩萨道 如果今生不行 那么怀着这个强大的心 相续学习正法的心 哪一生一定会到有正法的地方 继续修学正法 因为你是随着你的习惯 你的心 你的业 你的缘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大圣很强调这个愿 所以普遍菩萨道后来讲到那个愿 所有的业 所有的什么 那个愿不会退 因为你的愿心很强大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不断子再看 所以他讲 如果你没有这个愿 那么你修这个天 但是这个生的殿 生的殿不用再怎么修 我们修到四产大概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最重要是要引发无肉味 正无身法人 最重要是这样 这个是菩萨道很重要的 然后生生世世在人间行菩萨道 那么累积 你才有办法累积嘛 累积福德之两 然后成佛才有办法这样 因为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间上有你的父母 有你的兄弟姐妹 有你所爱的人一直在轮回 他们不是依其他的佛得度 他们就依你得度 因为佛也不能度五眼的众生 那你的父母一定跟你比较有缘 你的子女一定跟你比较有缘 你的兄弟姐妹一定跟你比较有缘 你的兄弟姐妹 不会跟释迦摩尼佛有缘 不会跟弥勒佛有缘 他就跟你有缘 他一定依你得度 所以你成就 就会带动他成就 你成佛 他就成菩萨 就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发谷提心 生生世世来人间行菩萨道 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第二个 他第二个问题 要修己人秤 天秤的善念 才能得生人 升天的乐果 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才是生人升天的善念 那第一个是 人秤天秤都好 但是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人秤比较好 天秤好是好 但没有的学佛 不怎么好 那人秤跟天秤的业 到底是什么业呢 要怎么样修呢 那现在来看 生人升天的正业 佛说为三福音 这三件事 那 布施辞戒修定 那一般阿尔军常常讲的 施戒升天之法 那个是欲戒天 如果色戒天 那还要定 因为总说这个天有三层 有两大类 上戒跟下戒 那三层就是欲戒色戒无色戒 那欲戒天 说善戒就可以了 不用修定 所以一般的宗教不太强调定 一般的宗教不太强调定 但是他们都强调修善 布施辞戒这种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在欲戒天 那有少部分的是在色戒天 那要定 那定里面 比如像瑜伽修定 印度也有 反正就有很常的修定系统 中国也有 老宗基本上道家基本上是中定的 道教不是 道教没有 是道家 基本上也有定 那基督教的话 比较 比较偏 基督教比较偏欲戒天 天主教 那么很专程的虔诚的祈祷 他也有定 一心祈祷也有定 就好像我们一心念佛一样 基本上也有定 那这个定是比较粗的 就粗产而已 那到二产三产四产以上高 那基本上就是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他这里讲 三福业就是布施慈戒跟修定 这个都是升天人业 升天业 所以唯有勤修三福业 这个行为三福业行 这个行业才能得人天热棒 有些人不免因果 不修正业 就是他不懂得因果 也不修这些正业 就是布施慈戒 禅天 不修这些 就妄想升人升天 这个顿号放错 妄想升人 这个顿号放在人这边 我的版本是这样 你们版本这个有没有错 妄想升人升天 如祈求天地 希望天地人救助他 达到升天的目的 佛臣呵斥他们 不修善业而祈祷圣天 犹如将大石投于大石中 而在此岸上祷告 希望大石能浮起来一样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祈祷念 只是念佛 那么也不修善 三福业也不修 然后就祈祷念佛 然后就升到极乐世界 那么有一点类似 那阿含经里面 讲到佛罗门祈祷犯天 能够升到犯天 佛者就跟他们说 犯天有贪吗 没有 你有贪吗 有 犯天有称称心吗 没有 你有吗 有 犯天有家庭有财产吗 没有 你有吗 有 犯天有慈悲的得恩吗 清静心吗 有 犯天有的你都没有 犯天没有的你都有 你怎么可能升犯天 就这样跟他说 确实是这样 所以 五量寿经讲 三倍都要发补出去 法杖比就是怎么修的 你是怎么修的 五量寿经怎么跟你说的 你到最后什么都不管了 你只管念佛了 你认为这样就能够升 升 升极乐世界吗 没有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一样 所以他这里讲 另外一个说 一群人佛罗门在河边 河边祷告 希望能够升天 佛罗就跟他讲 如果有一块石头 丢到这个河河里面 一群人都在旁边倒的 浮起来浮起来 他不会浮起来 没有办法浮起来 如果你把一个木头 丢在河河里面 你不用祷告 他自然就浮起来 因为他是随着你的业的 他是随着你的业 你二业重就像石头 他自然就往下沉 即使你在旁边祷告 浮起来浮起来 他也没办法浮起来 你如果是善业 你不用祷告 他自然就浮起来 所以 他说古德成说 这个古德就是支悬 悟达 我们讲的悟达多斯 他这里讲 老师这里讲 这里有个系 古达国师写过一首诗 他后面四句 如果整句的 整句是这样 我们把它写一下 三十三天 他为什么写这一首呢 导师这里说 这个 他说古德 古德成说 生天自有生天天 未必求先便得先 就是 不是说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 要看你的业 你必须要造那个业 修那个业 你才能够得那个果报 你都没有修那个业 单单靠祈祷要得那个果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即使帆无量寿经 还讲敬业三日 无量寿经就讲得更多 那你都没有修 那你都没有修 你只是知道念佛的就要往生 那这样其实不符合经历的 那这个是知全悟达 就是悟达国师 导师 导师取的这个 唐草的 唐草的悟达国是很有名的 三面水战的 那 他为什么写这个诗呢 我们先把这个诗写起来好了 他是说 三十三天天外天 三十三天天外天 九霄云外有神仙 神仙本事凡人做 只罵凡人心不坚 第二诗 重点是后面这几句 那说 升天 升天 本治生天天 导师是给他写作 升天治有升天天 升天本治生天天 其实就是升天之有升天月的意思 升天本至升天月 你能够升天之来自于 你有修升天的月 就是善业 未必求先便得先 不是靠你祈祷 你求佛念佛有的 未必求先便得先 然后他说 后辈请为龙辈王 这首诗他是写给唐 唐武宗的 唐武宗会昌法案灭某 你怎么再来讲 贺跟龙 就是齐贺升天 趁龙升天的 贺被请为龙辈王 你想要齐贺升天 想要齐龙升天 不小心就掉下来了 从天上掉下来了 还没升天就掉下来了 他说君王且住一千年 后来有人是这么说 他的意思是君王治古五百年 但是他写给这个唐武宗 因为人间没有住一千年的嘛 这个君王他是写给这个唐武宗 之前误打给这个唐武宗的 因为唐武宗问他 三五一宗灭佛 会昌法案 唐武宗喜欢修道 然后他要修神仙 他要他问这个唐武宗问这个知显悟达 神仙之道 他问他 神仙 唯可学不可学 他问神仙唯可学不可学 唐武宗是唐朝里面 就比较修道的 所以他后来灭佛三五一宗唐武宗 唯可学 不可学 这是 神仙 因为他这个悟达国师 不是唐武宗封的 悟达国师是唐西宗封的 唐西宗之后是唐武宗 唐武宗不喜欢佛疆 他喜欢道疆 他要修神仙 他知道这个悟达国师 这个人学非常好 也很厉害 所以他有一天就问他 悟达国师就写了这一首诗给他 他告诉他 升天本是升天烟 就是从这里来 未必求仙变得仙 不是你想要做神仙就可以 因为道家的有很多 他们的理论是 他们哪一个人 道士 然后叫你画符 怎么样怎么样 送什么清 就可以升天 他告诉他 升天不是这样升的 升天必须要有善业 他并不是你那边举行 那边遗鬼仪式 佛罗文教也是这样 举行这个什么仪式 什么可以遗鬼 然后你就可以升天 没有 不是这样 你必须本身要有升天的业 善业 那当时的道家就变成怎么样可以升天 炼丹 有没有 炼气炼丹 然后就可以升天 不是 要有升天的业 你如果要升涉戒天 不涉戒天就有定 那如果你要升御戒天 就有善业 食善业 如果没有 不管你吃的是什么 常升不饶药都不能涉戒力 可是道家就是变成 你炼气啊 炼这个僧啊 当然道家是有定的哦 后来道教 唐武宗信的不是道家 是道教 那道教就会变成这个什么真人啊 下来啦 天人派下来啦 然后告诉你什么法啦 你练什么经啊 修什么法 你就可以升天啊 这个悟达国师告诉他 升天 本次升天 未必求仙变得仙 并不是你求来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古德 这个古德就是知选悟达 悟达国师写的知选 那他后来跟他讲 君王且住一千年 其实意思就是说 这个古代 这福寨怎么久 也没有我们一百年的啦 那君王你就 你就好好看能够住一千年 那根本不可能嘛 这唐 唐 唐武宗 他听是听啦 但是他也没有听进去啦 也没有听进去 就有一点点半讽刺他啦 所以 这导师引用的古德 其实就是悟达国师 唐朝的悟达国师 那他的原文是 升天本至升天业 然世间不知正因正果 不知正路修行 你看 世间的人 都想要做好的 不少的 怎么样真正造这个善业 妄想求生人间天果的人 实在不少 实在不少 真是可言 很多都这样子 我们先下课一下 没想到 我们下课 下课